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米老师童书会。 我们西游记的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半,今天是第十五本,制道子精灵。 制道子精灵,原著吴承恩,改编夏复旦,绘画徐于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内容提要,唐僧师徒西行路上,途经诸子国,得知金圣公娘娘为妖王所设。 孙悟空诗变化,盗取法宝子精灵,救出金圣公娘娘,使国王解除拆缝之忧。 孙悟空不思图报,保护唐僧继续往西而进。 唐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往西天取经。 一天,正向前行,远远看见一座城市。 城头上插着一面巨大姓黄旗,上面绣着陡大的三个字, 诸子国。 到了城边,三藏下马对众徒道, 既是西邦王位,却要进去导唤观文。 于是,进得城来,只见街市整齐,人群往来,好不热闹。 转进街角,看见一座门墙,上写会同馆子样。 这是专攻外人歇脚的处所。 唐僧说,我们且到里面歇下,明朝见驾导唤观文,好出城上路。 馆中官吏为明他们来意,十分怠慢,叫他们在下房安歇, 又送来些青菜、豆腐和糙米,叫他们自己到厨下去烧饭, 并催促唐僧即刻前去见驾, 捣唤观文好走路。 悟空正待发作,被唐僧止住。 三藏道,你们快去烧饭, 等我验了观文,吃了好走路。 说吧,整树袈沙,急急出去。 唐僧走后,他们到厨房做饭, 缺少油盐佐料,悟空就上街去买。 只见街上鼓楼边人头簇簇, 围在一处观看贴在墙上的榜文。 原来诸子国王患病三年, 太医束手,出榜昭一。 不论何人,只要能治得国王宿急, 就和他平分江山。 悟空想, 带我做个医生耍耍再说。 镜子上前接了榜文。 悟空接了榜文, 回身就走。 看守榜文的太监、 校尉, 见有人接了黄榜, 探听得是东土来的 取经和尚, 慌忙上殿报告国王。 这时, 国王因三藏是东土来的高僧, 正陪着他在京殿吃茶, 闻报大喜, 就问唐僧哪位高徒会依。 唐僧慌忙和长答道, 贫僧玩徒三个, 只会挑包背马, 降魔福怪, 无一懂一。 国王指导他谦虚, 命被叫相迎。 文武百官来到会同馆, 慌了馆中官吏, 文说来接和尚去替国王看病, 赶紧吩咐手下做饭 给圣僧吃了好去。 悟空忙道, 不用,不用, 我们没服享受, 还是吃你们皇帝的斋饭吧。 那悟空整整衣冠, 坐上大叫, 带着猪八戒杀和尚, 文武百官簇拥, 静自向王宫而来。 悟空踏上金殿, 唐僧迎着骂道, 你这婆侯害了我也。 悟空笑道, 好师父, 我倒与你壮观, 你反说我害你, 莫荒, 看徒弟的本领。 悟空当即为国王调制了三粒乌金丹, 国王吃了, 卸下许多慧乌弹咸, 内有糯米饭一团, 顿时觉得心中畅快, 精神爽朗, 一身的病都没有了。 国王盲命摆上荤宿宴席, 亲自高请酒杯劝酒, 悟空问道, 陛下因何得这忧仪之急? 国王流着泪说, 三年前一天, 忽然来了一个妖精, 一阵风把王后金圣公娘娘射去, 至今未回, 因此忧思成疾。 悟空听说, 买心喜欢, 有意想要救回金圣公, 就问, 妖精自得金圣公去后, 可曾再来? 国王道, 怎么不来, 每隔几个月就来要两个公额去。 正说间, 只见正南方呼呼风响, 飞吐阳尘, 吓得国王唐僧坐立不安。 悟空盲命八戒, 沙僧保护师父和国王, 自己纵身跳入空中, 只见半空中闪出一个妖精, 九尺身躯, 眼如同龄, 悟空抽出铁棒迎面喝道。 你是哪里来的邪魔? 那怪物立声高叫, 无乃麒麟山谢之洞, 赛太岁大王爷爷布下先锋, 奉大王命, 来此娶宫女二名。 那妖不知好歹, 斩枪就刺, 悟空举起铁棒披面相迎, 真是一场好杀。 妖精哪里是悟空的对手, 只见乒乓一棒, 那妖的长枪被打作两截, 慌忙拨转风头, 往西方逃走。 大圣且不追赶, 按下云头, 对国王说, 是个小妖, 已被赶跑, 那老妖有何本领? 国王说, 我也曾调兵遣将和老妖开仗, 无奈那妖精有一宗宝物 叫紫精灵, 一晃生火, 二晃冒烟, 三晃黄沙盖天, 尾时厉害。 悟空笑道, 不打紧, 但老孙想个法, 道出他的紫精灵, 救金圣公娘娘回朝, 你且给我一宗信物, 好让娘娘使得老孙 是去救他的。 国王命人在后宫 取出黄金宝串, 原是娘娘手上戴的, 交与悟空。 悟空将身一纵, 离开诸子国, 早见一座高山, 岩石上刻着 麒麟山三个大字, 即按住云头, 立在山峰上仔细观看。 悟空终于找寻 谢之洞, 只见一个小妖 牵着黄旗, 背着文书, 敲着锣, 从远处如飞而来。 那小妖边走边埋怨, 我家大王忒也心毒, 到诸子国强夺金圣娘娘, 却被那位仙人 送来仙衣给娘娘穿上, 便伸识次, 无缘沾身, 又三番两次 去要宫女前来顶纲, 如今却撞着个 什么孙大圣对头来了。 大圣想问个仔细, 摇身一变, 便做一个道童, 敲着鱼鼓, 迎着小妖打个棋手道, 长官, 送的什么公文? 那小妖还了个礼, 笑嘻嘻道, 早间先锋去诸子国 要宫女, 被一个什么孙大圣 战败了, 大王发怒, 叫我去下战书。 悟空问得明白, 转身献出原相, 抽出铁棒, 对准小妖后脑 就是一棒, 打得小妖脑僵崩裂, 倒地而亡。 悟空解下他的 香金牙牌, 见那牌上有字, 心腹小叫一鸣, 有来有去, 无短身材, 疙瘩脸, 无虚, 长穿悬挂, 无牌几甲。 心想, 这丝叫什么有来有去, 老孙这一棒, 却叫他有去无来。 大圣打杀小妖, 心中高兴, 酒迎风烟绝, 摇身一变, 变得有来有去模样, 把小妖推下山洞, 拿了她的铜锣, 牵上她的黄旗, 拴好她的腰牌, 拔腿就走。 半天才倒到蟹之洞, 走进洞内, 见了妖王, 她岂肯下跪, 就心生一气, 将身子背着妖王, 直管敲锣。 妖王问她为何只管山锣, 悟空道, 我说不去, 却要我去, 险些送了性命, 打了我三十棍, 撵了出来, 她那里就要发兵了。 妖王安慰她道, 原来你吃了亏, 待明日我亲自前去, 只用一阵烟火, 烧她个一干二净, 你且去后宫告知娘娘, 就说诸子国兵强将勇, 必定胜我, 且宽宽她的心。 悟空听了十分欢喜, 安想, 这去好演, 郑重老孙之计。 悟空到后宫见了娘娘, 上前打了一个问讯, 娘娘怪她无礼, 不搭理她, 后来听说她去诸子国 下战书回来, 才忍着怒, 动问详情。 大圣且不言语, 只拿眼睛左右乱瞧。 娘娘心地明白, 喝退两边女妖, 大圣把脸一抹, 谢了本相, 把变作小妖来此始末说了一遍。 娘娘将信将疑, 不言不语, 大圣知她不肯相信, 就把诸子国拿来的黄金宝串 取将出来。 这娘娘见了宝串, 不由得落下泪来, 连称, 圣僧救我。 大圣说, 娘娘若要回国, 就照老孙之计, 将那灵儿偷到老孙手里, 才好捉拿妖怪。 又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 娘娘点头应允。 大圣又变成有来有去模样, 回来见妖王说, 大王, 娘娘有请。 妖王说, 娘娘平常躲着我, 怎么忽然请起来了? 悟空道, 是我花言巧语, 说诸子国王已另立王后, 他竟然没有想头, 才命我前来放寝。 妖王听了大喜, 连夸, 你却忠用。 急语悟空来到后宫, 那娘娘已在宫门笑容相迎, 就要用手相邪, 那妖王连声诺诺道, 不敢, 不敢, 多诚相爱, 我的手疼。 原来娘娘身穿仙衣, 便身试次。 娘娘当即摆下酒宴, 假意奉承, 哄得妖王满心欢喜。 席间, 娘娘怪妖王把他看成外人, 不把宝贝与他收管。 那妖王连连赔罪, 酒贴肉处解下三个零, 用棉花塞了零口, 将一块爆皮包了, 地狱娘娘再三嘱咐, 不可摇晃。 娘娘接铃在手, 就便放在梳妆台上, 悟空趁他们推杯换盏的时候, 搭讪着挨进妆台, 暗暗取了精灵, 转身就走。 悟空来到无人的地方, 打开包裹, 只见一个圈穿着三个零儿, 他不知厉害, 扯了林口的棉花就摇, 只听当的一声, 咕噜噜蹦出烟火黄沙, 烧得满洞通红, 吓得群妖大乱。 妖王出来一看, 剑是有来有去拿着精灵, 上前喝道, 好剑奴, 怎么偷了我的宝贝再次胡弄, 小的们快把它拿下。 群妖一轰而上, 就来其拿。 悟空慌了手脚, 丢了精灵, 献出本相, 擒出筋骨棒, 洒开解数, 往前乱打。 妖王收了精灵, 号令, 快把洞门关上, 好捉拿盗贼。 众妖听了, 关门的关门, 打仗的打仗, 乱哄哄一片叫喊。 大圣眼见男的脱身, 收了棒, 摇身一变, 变作个麻头苍蝇, 钉在那无火的石壁上。 众妖忽然不见了悟空, 一叠连声叫起来, 走了贼爷, 走了贼爷。 悟空趁他们乱作一团的那儿, 急抖开翅膀飞入后宫, 只见金圣娘娘浮在院上流泪, 暗自悲伤。 麻头苍蝇轻轻落在她的头上, 悄悄道, 娘娘休要伤心, 老孙未曾伤命。 娘娘一听, 直吓得战战兢兢, 不知说话的是人是鬼。 悟空道, 我变作麻头苍蝇, 不信你伸出手来, 我跳下来你看。 娘娘真的伸出左手, 悟空轻轻飞下, 落在手掌中间, 说道, 娘娘, 今晚少不得还要你把妖王框来, 老孙好用法请她, 你且叫个心腹势必来与我看, 带我便做她的模样, 趁机下手。 娘娘这才欢喜。 娘娘叫出势必玉面狐狸来, 说, 春娇, 你去潜艇请大王前来安寝。 大圣飞到春娇头上, 砸了一根豪毛, 吹口仙气叫便, 便了个瞌睡虫爬进春娇鼻孔里, 顿时, 春娇觉得困倦, 急忙寻着睡处呼呼睡了。 好大圣, 摇身一变, 便做那春娇模样, 直去潜艇。 老妖四处搜寻大圣不着, 正在潜艇发闷, 听说娘娘相请, 这才转忧为行。 妖王急随着假春娇来到后宫, 这里早已摆好酒盐, 娘娘守琴酒壶, 带笑着道, 大王受惊了, 宝贝可曾损坏。 妖王摇头道, 没有, 如今戴在我腰中。 假春娇忙向娘娘使了个眼色, 娘娘对妖王说道, 大王辛苦了, 请脱衣安寝, 把宝贝解下带为藏好。 那妖王连忙摆手, 不行, 非是不信娘娘, 现今那盗贼还未出动, 那丝专会偷盗, 失了精灵可了不得。 孙大圣见老妖不肯上当, 急得抓耳挠塞, 忽然心生一尽, 暗暗拔了一根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细碎, 挨近妖王, 放在她的身上, 吹了三口仙气暗暗叫辫, 煞时妖王躁痒难熬, 即将手伸入怀内乱爪。 妖王解带脱衣, 只见层层皆有跳躁, 渐渐都有臭虫, 子母狮密密麻麻, 原来都是孙大圣毫毛所变。 甲春娇用手一指道, 大王, 你看这灵儿里还有狮子打架呢, 快拿下来让我给捉捉。 那妖王正自羞愧, 哪里还分真假, 几把灵结于甲春娇, 甲春娇接灵在手, 十分喜欢。 那妖王只顾低头抖衣服, 不妨甲春娇趁机把精灵藏了, 拔了三根毫毛变作三个甲灵, 甲义拿在手中捣弄。 悟空抖一抖身子, 早将那变作狮子 跳蚤臭臭的毫毛收在身上, 把三个甲灵儿递与妖王。 妖王接过甲灵, 随手系在腰间穿好衣服。 悟空得了宝贝, 悄悄走出洞外, 献了本相, 高喊, 赛太岁, 还我今生娘娘来。 妖王一听外面喧哗, 忙问, 外面嚷什么? 众师必忙跪下道, 不知什么人在洞外叫骂了半天, 叫还我今生娘娘。 妖王大怒, 率领大小群妖杀出洞来, 呵问何人, 悟空答道, 你爷爷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 就是你爷爷孙悟空, 快将晋圣公娘娘还来。 妖王骂道, 原来是你这婆侯在此捣鬼, 想偷我宝贝。 即使鲜花斧杀来, 大圣也挥动如一棒直奔妖王, 棒来俯网, 一场好杀。 战了五十余回合, 妖王自知不是悟空对手, 虚晃一副, 就妖间取出精灵, 抢先占了上风, 高叫, 婆侯羞得逞胸, 看我摇摇灵儿。 悟空见妖王取出灵儿, 安安好笑, 也拿出灵来, 叫道, 你有灵, 我也有灵, 你会摇, 我也会摇, 只是我的灵是磁的, 你的是熊的, 就怕熊的见了磁的不中用。 赛太岁哪里肯信, 举起精灵就摇, 哪只一摇不生火, 再摇不冒烟, 三摇不出沙, 妖王慌了手脚, 暗想, 怪哉, 难道精灵真有雌雄, 我的灵儿怕其老婆来了? 大圣笑道, 你的灵儿不中用, 还是看你爷爷的。 说时迟, 那时快, 大圣举起精灵一晃, 只见红火, 青烟黄沙一起滚出, 咕嘟嘟, 辽树烧山, 满天烟火, 遍地黄沙, 把个赛太岁裹在中间, 吓得破散魂飞, 走投无路。 大圣正自喜欢, 忽然半空中一阵喧嚷, 满天祥光锐气, 煞时烟消火散, 黄沙不扬, 大圣抬头一看, 倒身就败。 原来观音菩萨左手抱着镜瓶, 右手扶着杨柳, 洒开甘露将火焦熄。 观音笑嘻嘻说道, 大圣且修伤他性命, 此乃我的坐骑金毛吼, 私自下凡, 如今收他回去遍了。 大圣笑道, 老孙费尽力气, 好不容易擒住妖精, 原来菩萨却是他的窝主。 说得菩萨脸上一红一白。 菩萨向大圣要还金铭, 套在金毛吼向下, 飞身坐上吼背, 进回南海去了。 临走, 悟空还扫了菩萨一句, 下回可不能再纵容他为非作歹了。 大圣送走菩萨, 反身抡棒打进蟹之洞, 把大小群腰打杀干净, 奔至后宫救出金圣娘娘。 就在这时, 忽然金光一闪, 娘娘身上的仙衣不见了, 已被仙人收回。 悟空寻些卵草, 扎了一条草笼, 请金圣公胯上。 闭紧眼睛, 大圣拾起神通, 只听呼呼风响, 不到半个时辰, 就把娘娘带到王宫。 国王要酬谢大圣治病降妖, 就回金圣娘娘之宫, 就要推位让国。 大圣哈哈大笑道, 我老孙惯打不平, 岂为了你这小小金龙宝座, 谁有这闲工夫装枪做事做皇帝, 老师倒是替我们换了官文好上路。 国王肯留不住, 只好给他们换了官文, 大摆软架相送, 唐僧师徒辞别众人, 竟向西方赶路去了。 玩。 好了,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